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米早晨節目 今天第一節就跟大家說了一個天空體育的獨家訪問 就是賀龍 我們應該多認識賀龍的情況 但究竟認識還認識 究竟我們覺得他是不是一個好的收購 他究竟是龍 賀龍的龍 還是賀松呢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很分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歐聯 他入了五球球 甚至乎現在是歐聯分組賽的神射手 但是在英超 說真的 他自己說得也挺不好運地 幾球入球又炸壺 三馬都射不進了 究竟他是龍還是松呢 我覺得這樣的其實 始終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前鋒球員 只是在英超踢了不是太多的長球 究竟呢 他現在是龍是松呢 就未能夠成為定案 但是 始終我覺得 就要看看他的 potential 以及他做的事情 大家都可能聽到八大北那道 他做的事情做得很好 究竟怎樣做得好 以及 他做得好之餘 是不是一定會入球呢 我剛剛上星期的Match of the Day 他做了一個很好的分析 關於賀龍 是一個九號仔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他都做了大部分 唯獨是入不了球 究竟他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 坦克要他買他回來呢 其實就見到一些詳細的情況 所以這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球球就是 就是那球三馬射中龍門 就是守門員 令到他入不了那個球 這球球就見到正所謂 麥加亞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有少少回到西的球 令到福仔 可以非常之空之下 真的出一個漂亮的球 這球球除了說賀龍之外 福仔出這個球也相當好 所以 我真的覺得福仔可能打右邊比打左邊 在現在這一刻 因為他就沒有了 發球權 很多時候進攻就不是第一點 不是去了他那裡 反而他好像還打得好一點 這個不知道 將來會不會這樣發展下去 但anyway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了 賀龍未來萬年之前 其實我已經說過他有這個能力 有一節做過球探報告 就是當他看到大家畫面的左手邊 他面對著一個中堅球員的時候 他會拼左拼右 令到中堅不知道 他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而 亦都因為這樣 令到他有一個 製造了一個空位 而這球球當然 就是福仔斬的球 剛剛散到 對手 跌高了 所以他判斷不了 就用腳骨 去射到這球球 但是說真的 你問我 作為一個射手 在這個球 改變了一點方向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把球倒向龍門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射手應有之義 因為只要你的球能夠向著龍門的話 其實他就有機會成為入球了 所以這球球的確 又好運又不好運 所以結果都是未能入球的 然後這球也有趣 亦都告訴大家 賀龍的另一個功能 就是說 當中場球員這球就搬路了 搓球到禁區 邊緣到12碼點這個區域的時候 作為一個傳統或者真正能保持球的 九號仔 他就真的要保持球 去 交給自己球員 或者令到自己可以有一個轉身射門的機會 這球球 賀龍是做不到的 他一控的時候就控掉了 但是想說什麼 這個也是賀龍的 特別之處 因為大家看看如果這球球控得好的話 其實你看到麥湯 其他的球員 已經是進去預備接應 雖然 盧頓都有6個球員 他裡面迎接 所以他就算保持球員 是否一定傳給自己的隊友也未必 但是他當然可以轉身自己射門 但是其實這球球控掉了 但是控掉了之後 他是第一時間 一掉了第一時間出來 逼搶回對手的守衛 而令到對手的守衛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作出一個反擊 甚至乎 他好像這球球 如果沒有記錯 他逼脫了對手守衛的球 我們可以再次進攻 這件事情 說真的 在現在這一刻 在萬聯的9號位置 球員包括他 包括福仔 包括馬仔 全部都做不到 是賀龍才做到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我相信 賀龍能夠做到的事情 告訴大家 為什麼坦克 覺得他是萬聯的未來 或者 如果坦克繼續罵教萬聯的話 賀龍是他想要的球員 一個重要的元素 因為坦克其實 在現在這一刻 還在說我們要打 轉手為攻 轉攻為手為快 這個一失了球 馬上要去 迫回對手 是坦克的前線球員 必然要有的元素 我想說現在 早上也有做的 所以Anthony也有做 所以 其實現在你問我的話 我猜 坦克最想的 前面三叉擊 正正就是左邊加拿走 中間是賀龍 右邊是Anthony 因為他們三個 都是 在這個 一失球之後 立即逼迫對手 做得最出色 在我們的前線球員裏面 希望派利遲遲也學到 他就可以更加 著用了 這球正正 又是這樣的情況 應該忘記了 就是歷神還是Buno 又是踢過球 賀龍就用他的身位 這次就撐到球 這次就撐到球了 但是 他始終 在那個做法上 跟隊友的默契差一點 因為你看到了 當他撐到球的時候 他自己引了三個 嚴格來說可以說 四個守衛 圍著他 一個九號仔 當你引了三至四個守衛圍 圍著你的時候 代表其他你的隊友 空位比較多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例如 這次是萬智未出場的 你看到Buno 艾力神 都是相當大的機會 而這球球 賀龍亦都選擇了一個後腳交 這個中間 一個非常之 空曬 也是危險的位置 我覺得賀龍是做得 絕對正確 但是很可惜 艾力神 就來遲一步 這個也沒有什麼 艾力神在衝過去 離遲一步 射不到 但是 賀龍完全地做到 一個 引住 三至四個守衛 而令到自己的隊友 有一個空間 而他亦都選擇了傳送一個 空心的地帶 很可惜我們隊友說不及 好了 跟著這一球 就是 都是賀龍 用他的體型的優勢 他就在三閘線 拿到球 而 運用他的能力 壓過了兩個 對手的守衛 跟著怎樣 大家應該都記得了 就是 把球傳給 空位 上高的加拿組 但是我這球球 也要贊一贊 福仔不是廢 福仔 一野衝前 引開了兩個守衛 老實 這球球如果賀龍 視野不夠廣闊 他可能只看到福仔 就算他兩個守衛 都是一個直線交給福仔 說真的 福仔不是沒有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不進 如果他把這個直線撿給福仔 其實福仔也有能力 可能會入球 但是事實上 這個就告訴大家 賀龍的視野 是多麼廣闊 他除了 我想他一定看到 福仔走這個直線 引開了兩個守衛 更加重要 這個就是賀龍運用他的身體 他也扔了兩個守衛 而令到賀龍運用一個全空的狀態 你看到呢 你看看孟子 還有畫面右邊 看到達洛茲也是 畫面右邊拍不到 無論是孟子或達洛茲 已經是舉手了 我想 其實曼聯的前線球員都覺得 這球球撞不進 但是很可惜 賀龍運用第三時間 所以 後上 追他的守衛 都已經 踢走他的球 其實他都錯不完 因為大家都知道 加拿祖或者我們的前線球員 現在 的射門 不是很準的 他之前上半場都射了一球 射了飛機 所以他想一想 他和他吸的那一刻 其實吸得不錯 加拿祖吸的那一刻 假身是騙了 露門下了地 露門下了地後 其實他想著射空門 誰知道 他一吸的那一刻 預備射空門那一刻 對手就回來 踢走他的球 所以 雖然這球大家都會罵加拿祖 為甚麼射這麼久 但其實 嚴格來說 他是錯不完 因為他很多時候第一時間射 射不中籠 所以他就要做 另一些方法 但是很可惜 他做另一方法的時候 又變慢了 有時 即是 我們都說 足球 千變萬化 和那一刻 那百分之一 甚至乎十分之一秒的決定 就影響了這球球 入或者不入 另外這球也是傳統九號仔 或者我們 很多時候 未見很久 就是 攝 前柱 我想大家有聽大巴聽得久 我說了幾年了 我們沒甚麼球員攝到前柱 而這球球賀龍就告訴大家 他攝前柱的能力有多強 老實 你看 其實 本土斬這個球 有三四個守衛 而他竟然可以走到一個漂亮位 塞過了對手 找到一個空位 就可以 在四三四個對手的守衛之下 頂到一個球 這個球很可惜 他批薄了 所以 球就出了界 如果他批得 厚一點的話 就應該是完全入球 所以呢 賀龍 你問我的話 他在 一失了球 迫搶那方面 賺 前場在 18馬至12馬這個區域 撐球 幫到自己的隊友衝上來助攻 又或者自己轉身射門 做到事 呃 還有 他現在 是一個人很多時候 由於他有那麼長的身形 大家都知道他的實力 撐住了 多過一個守衛 就是甚麼 令到自己的隊友 更加多的空間去做球 這球球是結果 不知道加拿走射出界還是怎樣的 總之不行的 但是 你看到 賀龍是 撐住了兩個守衛 另外 最後這張圖 也是一樣 就是 安東尼 在右邊帶著球 賀龍 在兩個守衛中間 找到一個好位 所以 文治 白色圈這個就是文治 沒辦法 你看到他有這樣的空間 如果 如果安東尼 給他的話 就糟糕了 所以文治 就 被迫著要進去 拍 賀龍 而造就了 造就了 其實這個要拿來給大家看看 看看 造就了 下面畫面看到這個頭 就是福仔 這個頭 就是福仔 後來衝上來 安東尼給他一個好位 就是因為賀龍走到那個 空間而令到文治 被迫著找他 福仔有一個相當大的空間 可惜又射不入 所以 說真的 你問我 賀龍對於曼聯的進攻作用 實在是非常之大 以上所說的幾樣東西 都是作為一個九號仔幫到進攻 但是很可惜 包括他自己 射多少都射不入 入了又被人說抓狐 包括前線的其他球員 例如加拿走 福仔 例如安東尼 他們的阿符 所以感覺上賀龍 表面上看就是一條蟲 或者可以說是水火 但實際上只要其他東西的配合 我們的腳鋒略為順一點 包括賀龍 包括其他前線球員的話 其實 真的可以是一張非常之銳利的刀 又或者說 他絕對有條件成為一條路 但是 足球員很有趣的 看看你的做法 運氣 你的制裕 都是很難說的 但是 我也相信 我個人來說 只要賀龍繼續努力 繼續扔下去 繼續做這些表現的話 入球 助攻 必然會 陸續有來 甚至乎 他除了現在是歐聯的射手之外 未必是今季 但是 在可見的將來 他一定是有能力挑戰 英超射手這個位置 以及 可能是成為 萬聯重奪英超的 重要的棋子 這次在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